台道教授叶炳成为提升孩子学习动机 创办线上游戏平台 让念书跟打电动一样好玩 这些孩子本来是在学习上面受挫的孩子 那他一开始因为我们的游戏他很爱玩 所以他就花很多钱一直做题目做练习 然后他突然发现说 原来我月考也可以考七八十分 为了创新教育 叶炳成流停创业 历经无数次募资失败 仍然坚持到底 你去跟客户谈的时候 你说我是台大教授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当下才发现到说 我必须把自己重新成为人 过去曾被成绩捆绑 叶炳成创办实验学校 期盼打破学历迷思 帮孩子找到兴趣 台湾的未来要跟上世界的脚步 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呵护他们的好奇心 到二十岁都还不会消失 台湾的下一代我们才有竞争力 热血教授翻转教育 精彩内容请上网搜寻 新闻高峰会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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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